我們看來這題目 是判斷這個數列是否收斂 其中n為自然數 若為收斂是求這極限之值 那麼首先 這5n平方分之n加1 我們可以把它顯示 這5n平方分之n 那麼也就是5n分之1 然後加上這是5n平方分之1 那麼這裡我們可以看出 當n趨勁無窮大的時候 這分母會趨勁無窮大 這裡也是一樣 分母會趨勁無窮大 所以呢 這5n分之1會趨勁於0 5n平方分之1也是趨勁於0 因此呢 這數列是收斂的 而這個極限 這是Limit 這n趨勁無窮大 然後把5n平方分之n加1 寫成4 這是5n分之1 去加上 這是5n平方分之1 那麼當n趨勁無窮大的時候 這會趨勁於0 這也趨勁於0 所以呢 這極限值為0 這個答案 所以這裡我們要回答 極限值為0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